古代野追星因相貌俊美被围观 以至于看杀未戒 如今的追星暴肆疯狂火爆 其实很多都是人为幕后运作的 而在古代也有追星的行为 而且相当的疯狂 只不过区别在于 古人追星完全出自于本身的意愿 没有利益的驱动 你比方说 在史料中有很多关于美男的记载 尤其是以试说新语为多 专门有一张荣旨就记录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俊男的野文医师 其中有一位美男 因为容貌俊秀身体雷弱 经常被人围观 结果27岁的时候就死了 以至于当时人称是被人看死的 这就是著名的典故 看杀未戒 意思是未戒被人看死 比喻为群众所仰慕的人 其实未戒的身体一直就不好 可以说是相当的雷弱 以至于他的母亲经常限制他和别人聊天 当时的宅相王岛见到魏晋的时候就说 魏晋虽然俊美轻益 可是也太瘦弱了 好像连衣服都是穿得松松垮垮的 后来啊 魏晋回到了京都任职 这个时候魏晋因为美貌和善于轻谈 持名天下了 京师的人为了观看他的容貌 围观的人就跟潮水一样的涌过来 四处都拥堵了 魏晋呢 本身就很虚弱 又遭到了周围的围堵 因而猝死 当事人都说啊 是被围观给看死的 这就是看杀未见的来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